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大家好 程老师有一阵子没来我们万家灯火了 我们万家灯火的观众特别想您 您说说您最近在忙点什么 我每天都是在不断的门诊 然后教学这些工作当中 这次也是利用我们到南京开会的机会 就忙里偷闲叫见缝插针 抽空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 最近好像秋冬季节又开始转化了 天气又变冷了 所以最近看病人特别多 对 你看秋冬季节的时候 这些虚寒性的疾病很容易出现 比如说像我们胃肠道的一些疾病 然后像女性 包括男性的一些生殖系统的疾病 然后还有一些心脑血管 心肺系统的一些疾病 这些疾病都容易出现 而特别有意思的是 我在治疗这些不同系统的疾病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用到了一条经脉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条经脉 等于说在这个季节您通过这一条经脉 然后来治疗这一类的病人 对 以这条经脉的血位为主 我们通常这条经脉来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那太棒了 今天您既然来到这就得给我们接接密 您说说这到底是什么经脉这么的神奇 这条经脉叫做人脉 人脉 我们在武侠小说里经常听到说 要打通任督二脉 打通之后这个武功就高超了 变成武林高手了 它借用了我们中医针灸经络的学说当中的 这个奇经八脉当中的人脉 都脉的这个概念 人脉到底在哪里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我们介绍这条经脉的一个大致走行的话 我简单的告诉你 它在我们人体的腹部的正中线上 腹部的正中线 对 就是前面 程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有很多观众朋友问我都把我问倒了 他们说你说这个我们经常讲穴位 讲经络 但是在人体解剖的时候 我们是看不到这些经络和穴位的 那么像刚刚您说的这个人脉 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呢 其实人脉的发现呢 它跟我们整个经络的发现 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过程 就是如果是经历过生育的女性 就生过孩子的女性 她会发现在她的生育过程当中 怀孕的过程当中 随着她的腹部的蓬龙 她的腹部正中 会出现一条明显的色素沉着 对 我好像也看到过 对 这条色素沉着呢 叫做腐白线的色素沉着 这种现象 这是女性在认诊期的时候容易出现的 可能如果你问这个现在的医生的话 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妇产科医生说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激素的变化 你身体当中的磁韵激素的一种变化 导致你身体的褪黑素的一些变化 刚好在这个腐白线上 于是皮肤出现了色素沉着 这是一种生理现象 不用管它 那从您的这个角度 中医的角度 怎么看待这条线 那我们的古人特别聪明 他这么做了一个超越我们现代人的事情 他联想了一下 他说 哎呀 这个女同志如果在怀孕的时候 出现了这样一条脉 如果发现女性 她的生育出现了问题 会不会这条脉出现了问题 他联想了一下 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他说 好 那我们在这条脉上 我们给他刺激 看看能不能让这个女同志 女性的生育能力增强 于是他得到了很好的一个结果 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所以我们说这个任 就是任务的任 这个任 其实它是个通甲字 它等于什么呢 那个任臣的任 女字旁那个任 就是中医里面有这样对人脉的一个描述 叫做任主胞胎 就是意思说 这条脉是和生育有关系的 当然后来推入广之 发现对男性的生育 生殖能力也有很好的帮助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条脉是怎么走的 就在人体的正中 对 它起于我们的下腹里边 就是女性子宫的那个位置 下腹部 然后它出于会音 就是在前音后音之间 从会音之出来以后 折而向前 沿着腹部的正中线 向上走 中末在人体的下额 成江 当然这是一种联络关系 就是古人的发现 就是当人的生殖功能发生变化的时候 在这样一条线上 都会有一些敏感点和一些刺激的部位 和人的这种健康是有关系的 于是把它起名叫做人脉 而且说它是认主胞胎 刚刚您主要强调了这个女性 但是男性也同样有这条脉 对不对 对 早期发现的时候 它就是女性认主胞胎 但是后来发现 男性刺激这种部位上 同样对她的生殖 泌尿系统 对她的身体健康 有很好的帮助 于是就变成了一个通行于男性女性的 都有作用的脉 刚刚您讲了 您说人脉上有很多的穴位 我们也看到了特别的多 既然它是生命的起源 它一定有很重要的穴位 您今天要跟我们讲讲什么样的穴位呢 人脉上一共有24个穴位 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给大家一一讲述完 所以我挑几个 重要的 对比较重要的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好记好做的这样的一些穴位 好 其中第一个穴位 这个穴位就是一个特别重要 我认为是人脉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穴位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个穴位 也是代表了人脉的本质的穴位 你想认主胞胎 就是古人既然发现人脉的过程 是看到女性的生育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 然后她刺激这条脉 又能够去提高 或者说促进她的生殖能力 那么这条脉当中 就应该有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生殖 就像是生命的起源一样 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来自于哪里呢 当然是这个子宫了 对 我们都是来自于母亲的子宫 对 所以子宫这个部位 恰恰是人脉的起始部位 所以如果有一个穴位 能够去刺激这个部位的话 那么这个穴位 一定是关乎生命的本源 就是人脉上的一个大穴 最重要的了 对 好 您别卖关子了 您赶快告诉我们 到底是哪个穴位 这个穴位的名字就叫做关源 关源穴 对 这个穴位也特别有名 我们都听过基本上 对 我曾经以前在我们 以前在咱们做客外加灯火的时候 曾经讲过这个关源穴 当时我讲的时候就说 这是关乎人体生命的本源 元气 你看那个穴位的位置在哪 在那个肚脐的 肚脐下边一点 下边 大概多少呢 这个图是一个示意图了 它准确的位置 应该是在肚脐向下四指宽 四指 用自己的手指 手指 对 这四指 叫做三寸 三寸 旗下三寸 旗下三寸 我以前老讲是旗下三寸 但有一次我记得是在一个 讲座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 大概有几百人的现场 我讲也讲官员穴 但后来呢 有一个最后排了一个小伙子 他就举手 我说你什么问题啊 他说 大夫请问一下 这个你说是官员是肚脐下三寸 可是我肚脐比较大怎么办 肚脐比较大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好 你怎么回答的 其实我们以前忽略了这一点 但是准确的穴位的定位 叫其中下三寸 就是肚脐的 中间的点 对 肚脐的正中间 因为有人肚脐呢 圆的 有人的是一条缝 长的 有人是纵着的 形状不一样 形状不一样 所以肚脐的正中间 向下数四指 这个位置呢 符正中线上 这个穴位叫官员 如果我们这么数完了这个穴位 你点这个穴位之后 你如果把子宫的投影区 画出来的话 这个穴位正好是在子宫的投影区内 就对应着人脉的起始部位 所以叫官员 他对这个男女的好处 应该不一样吧 比如说官员穴 我们保诫了官员穴 对女性有什么好处 对女性来讲 她就会提高她的生育的能力 因为对于一个成熟期的女性来说 她的生育能力越旺盛 就意味着她的青春越旺盛 对吧 到了老年期 她丧失了自己的生育能力之后 就衰老了 衰老了 但是这个穴位的功能还是存在的 那么对这个穴位 给予合理的刺激的时候 它会去帮助 在女性的在老年期的时候 她的身体能够健康 这个对于女性来讲 这种激素水平 其实非常重要 我们都知道 更年期之后 其实很多病就特别容易找上来 这个就是跟激素有关 对吧 对 而且好多老年人还害怕 自己出现什么问题呢 出现老年性痴呆 其实人脉呢 它因为跟那个 因为我们讲的主题是 打通人都二脉 都脉我们以后会讲 但人脉跟人的这种智力 就脑功能 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研究 就是在这个老年期的这种 老年性痴呆 这个疾病过程当中 她的发病 流行病学调查 发现女性 如果她的激素水平 磁激素水平 保持比较高的水平的话 下降的不是太明显的话 那么她的这种发病率 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 磁激素 会对老年性痴呆这种发病 起到一个保护性的作用 所以 磁激素 别看 别小看它 虽然它分泌量很小 到老年期 但是它对老年人的 女性的 这种身体保健 是非常有帮助的 老师呢 我想问一下 这个官员血 刚刚您讲了 对女性非常重要 那么对男性 是不是同样 也一样的重要呢 没错 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呢 人脉发现的 它是针对于女性的 这个发现过程的 但是呢 后来发现 这个穴位 真是养护生殖之精 就是女性 有先天的体质 来自于母亲的子宫 男性同样 也来自于母亲的子宫 所以对于男性的生殖 还有男性的泌尿功能 包括今后的 老年期的 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 官员血 都有很好的保养作用 那么我们怎么样 来通过这个官员血 来进行这个保健 您今天是不是 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哪种保健方法 是最好的 对 其实这个穴位 是一个非常适合 用温热刺激的穴位 温热 那应该是灸是吧 对 爱灸 我给你讲一个例子 我在到这来出差之前 我有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呢 是一个不孕症的一个女性 那她是一个适龄女性了 她的特点呢 就是下腹部冰凉 就是这个 每个月的时候 月经来的时候 她觉得自己下腹凉 凉呢 就隐隐的发疼的情况 轻微的有点痛经 不舒服 然后她尝试了 大概有快两年的时间 都没有成功的受孕 然后我就给她用了什么呢 就是我们诚实针灸的 有一个方法 叫四步调经法 特别是在她的排卵期的时候 她不要受孕 在排卵期的时候 我们增加很多 温热的一些刺激的方式 就是温阳 通脉的一些刺激方式 其中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她的腹部 这个官员这个部位上 我们给予爱灸 给予爱灸 这个灸的量要大 时间要长 然后我们再辅助一些 其他的血液和方法 结果在我来之前 特别好的听到一个消息 她成功地 坏上了 太好了 好消息 等于说 我们通过这个爱灸 通过灸这个官员 然后能够起到 让她这个腹部 可能说之前很凉 然后变暖 然后再提高她的 磁激素 然后起到受孕的功能 是这样吗 所以我给电视机前 就是一些女性朋友们 给她出出招 不光是给 不光给年轻的女性 也包括给老太太们 老头们 什么呢 你们的儿媳妇 你们的女儿 结了婚 就是想怀孕吗 好 她身体没有问题 没关系 只要她觉得自己的腹部 不是特别的温热 有一些发凉的感觉 特别手摸起来的时候 有点皮肤有点凉 在月经期的过程当中 容易发凉 只要有这些的症状 我建议你 就是在每次月经干净了以后 你算她到她的排卵期 她自己测出来 排卵期 有的人12天 有的人14天 不是吗 在这之前提前一礼拜 那时候月经 月经已经完全干净了 提前一礼拜的时间 在腹部用埃咎的方法 特别是天气月亮 进入到秋冬季节 这个是一定要做了 因为本来就自然界的 这个环境温度就很凉 那么这时候可能 下腹含粮的症状 会越来越重 更加的明显 更加明显 所以在这个时间上 我们加上这样的刺激之后 她的怀孕的成功率 就会提高 好 太棒了 老师刚刚给我们介绍了 关元穴 人脉上您提到了 一共有24个穴位 那么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也是比较重要的穴位呢 对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穴位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很多人都会有 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 是 胃疼 胃胀 胃酸 等等这样的情况 吃的不合适就可能出现了 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当中 肯定会出现一些胃的问题 一定会有 现在人这个吃东西 有的时候也不按时不按点 然后鸡一顿饱一顿 可能跟工作跟压力都有关系 所以有胃病 肠病的人 其实都特别的多 对 那么如果说关元 这个穴位是管人的先天的话 就是元气嘛 先天的话 那么下面这个穴位 就是管人的后天 后天的 后天的养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啊 那么这个穴位是什么 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穴位名字叫做碗 碗 碗 喂碗的碗 喂碗的碗 什么碗呢 其实它是由三个穴位组成的 中间的叫做中碗 上面的叫做上碗 下面的叫做下碗 叫做下碗 等于说有三个穴位 对 实际上你看这张图上 中碗穴 我们取了它最中间的这个穴位 叫中碗 这个穴位怎么取呢 就在我们的一摸这个胸骨 胸骨 胸骨末端 就是我们硬硬的骨头 和软软的这种肉 皮肤之间 交界的这个部位 从这开始到肚脐的中间 然后取中点 就是中碗了 对不对 正好是在我们那个胃的中部 对 这叫中碗 以它为中心 上面有个上碗 下边有个下碗 那么这三个穴 我们合称为叫三碗穴 三碗穴 对 三碗穴 这个上碗和下碗 还有这个中碗 有什么不同吗 比如说我们按的时候 要全按吗 对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以前也讲过这个中碗穴 但是很多朋友呢 后来也反馈一点 就是说 其实它的症状啊 不光是胃疼 它还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胃很胀 胀气 然后有的人是爱气 打嗝 然后反酸 比较明显 是 也是常见的毛病 对 就像比如说 有人是反流性食道炎 对吧 有人呢 是这个胃底部 出现了一些这个溃疡 或者是一些胃炎的情况 那么不同的定位 这个问题出现了 不同的定位 症状不一样 选血就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三碗呢 中碗是核心 那么剩下的上碗和下碗呢 实际上是搭配使用 如果你的这个胃的问题 只是在胃碗部 就是有点胃疼 或者胃胀 胃胀 你没事 你按揉一下 或者点按一下 这个中碗圈就够了 但是如果是反酸 往上反的症状 你想是不是应该加上碗 对 对吧 如果是不往下排气 肚子不光胃胀了 腹部也胀了 这时候是往下排空出现了问题 这时候我们叫加下碗 所以这三碗呢 放在一块 就组成了 这个三个穴 都是在这个人脉上的 这三个穴搭配在一块使用 其实是消化系统的 这种胃碗部的疾病 不管你在哪个部位 它都有治疗作用 我们下面讲一讲 这几个穴位的准确的位置 刚才中碗穴 我们已经长到了 是在这个 我们叫胸骨的溅突 这个部位 然后和我们的这个肚脐中央 之间取终点的这个地方 然后中碗穴再和肚脐之间取终点 那就是下碗 那中碗穴向上一寸 这是上碗穴 这三个穴位 那么这三个穴位呢 如果是碰到了这种 往上 蚵逆 反酸 爱气 就是向上来的这个症状 我们就点这个上碗穴 我有一个病人啊 这个病人的情况 当然这个病人现在已经过世了 他是一个癌症病人 就是叫食道癌的这个患者 当时呢 他已经年龄很大 78岁 就没办法再做手术了 所以呢 后来这个就采用了保守治疗的方法 但是当时他有一个症状是什么呢 是无法下咽 因为是食道癌嘛 所以他喝水即吐 就是喝点水 就会呛出来 就会吐出来 喝水都不行 你想水都喝不了 更别提吃中药了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就采用了这个 第一步先采用了针灸的方法 这时候这个针灸的方法 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是缓解他的这种食道下口 他的一种固约肌的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我们就刺激这个上碗 以上碗穴为主穴 用稍微长一点的针 然后刺激他这个食道口这个位置 经过几次的治疗以后 他的症状就明显缓解了 那老师 今天您就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中碗穴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按揉好不好 请一位观众朋友上来 您给示范一下 好的 哪位观众朋友愿意上来 觉得自己的胃平时又不太舒服的 我们请前排这位戴眼镜的叔叔吧 好有请 叔叔您平时有胃部的不适吗 有时候胃部不舒服 胃部舒服 觉得是有哪种不舒服 是胀吗 还是痛 有时候胀 有时候会胀 有时候打嗝 有打嗝的情况 好 那我们教给大家这个点揉 实际上是三碗穴的方法 好 那么首先找到中碗 我们再上找到胸骨的末端 这个硬硬的骨头 和软软的上腹部交界的地方 叫胸股胸肩联合地方 和肚脐的正中间之间 我们取中点 这就是中碗穴了 中碗穴 我们点的时候最好用拇指 拇指力量比较强 这样拇指稍微立起来一些 用指腹向下按下去 有一种向下按的感觉了 然后原地再揉 叔叔有感觉了吗 有感觉 有点酸 酸了 那就说明穴位是对的了 对 穴位是对的 按揉的方法也会了 拇指指腹向下用力 按住以后原地再揉 这叫按揉法 我们找到这个穴位 因为您的症状是有胃胀 还有往上爱气 对吧 打嗝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上面再找到一个上碗穴 中碗穴往上 大概拇指横梁一指 这个位置就是上碗穴 所以我们这刚才点柔的是中碗 现在我们点上碗 还是这样 有点酸 有点酸了 点上碗 如果您是胃胀的话 我们还可以点下碗 下碗穴在中碗穴和肚脐的正中间 在这个位置 也感觉到了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自己胃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你分不清没关系 我们上中下三碗穴 我们依次来点柔 你可以先点中碗 因为中碗是整个胃的中部 是最为重要的穴位 这个穴位点柔的时候 要点柔到三到五分钟以上 您自己点柔的话 其实站着也是可以的 对吧 躺着也是可以的 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拇指 一指的力量还不够 你可以两个手指的力量一起 两个手指一起 对 比如说你看我的中碗穴在这 在这 然后两个拇指往下 用力按下去 然后原地这样柔 柔的时候不要急 慢慢来 我们再重复操作一遍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们按这个穴位 按住了 向下按 按住了以后 原地 你看 一 二 三 四 这种频率 大概就是说 我们得都两三秒钟 揉一次 两三秒 两秒钟吧 一次 这样 慢慢来 慢慢来 不要快 不要快 快了你的力量下不去 按下去 然后原地这么揉 大概你要揉到三分钟左右 这是至少的量了 当揉完了中碗穴以后 先揉上碗 有点酸 老师刚刚您说了 上碗像打嗝爱气都管用 往上来的 对 我有一个问题 像这个打嗝 有的人打得不歇 挺难受的 这个打的时候可以按吗 也可以按 上碗穴对于这种呕吐 打嗝 爱气 反酸 它的作用是挺好的 那么下碗穴 在中碗和肚脐中间 所以这个穴位 就是作为第三个点揉的方法 是促进胃往下排空 如果特别为胀气的人 辅胀的人 适合用下碗穴 大家分不清楚 你就先按中碗 然后再按上碗 再按下碗 等于三碗 我们都用点揉的方法 每穴三分钟 加在一块 就是九分钟的时间 九分钟 叔叔 刚刚老师说的 您学会了吗 我基本上会了 那这样您自己按 我们看看按得对不对 好不好 好 我们先按中碗吧 中碗 中碗 在这 现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再按得慢一点 对 您稍微急了一点 慢一点就更好了 下面再按哪一个 再按上碗 上碗 在这 对 轻轻 点 点揉法 点下去 再揉 这样的点 最后按一下下碗 下碗 下碗 在肚子 对 好了 对 好的 叔叔也学会了 谢谢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中碗穴了 大家也学会了 这个方法 先天的有了 官员 后天的也有了 中碗 先后天之间 还有一个沟通的桥梁 沟通的桥梁 对 你猜猜 就是在它们中间 那就是肚脐 肚脐 其实你看 我们取这两个穴的时候 都讲到了 说在肚脐以上 肚脐以下 对吧 肚脐也是我们人脉的一个重要穴位 这个穴位叫神雀 神雀 为什么叫神雀呢 其实这个雀 雀是本意是什么呢 是标志 是牌头 牌坊 这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人生出来的时候 这个开始的时候 都是在母亲子宫里边 连着母体的 对 脐带 出来以后 脐带一减 脱落了 留下这么一个斑痕的组织 那这个部位是一个标记 是一个记号 是你先后天 你在母亲子宫里面 和出来以后 靠自己的呼吸 脾胃消化能力 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地方 所以把它叫做先后天的桥梁 肚脐对我们的养生保健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其实呢 如果是有经验的 这个养孩子的老人 都知道就是平时的时候 孩子哪都受凉都没关系 对吧 穿的少都没关系 肚脐得盖上 肚子要盖上 睡觉 夏天睡的天气特别热 但是肚脐一定要搭一个单子 把肚子盖住 所以肚脐这个位置呢 是既然是先后天沟通的桥梁 它非常容易受风 容易受风 受风之后就容易出现腹泻 对吧 出现这个寒凉的一些症状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老百姓也会知道 就是说在肚脐的这个部位呢 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温热的刺激 比如是艾灸的方法 像隔浆灸啊 隔岩灸啊 隔腹子饼灸啊 这些都是我们针灸当中 治疗一些虚寒性的 一些腹泻的 一些常用的方法 当然我今天在这儿呢 因为这些方法 大家已经了解了很多了 我就不介绍这个方法了 我反而介绍另外一种方法 介绍个新鲜的 新鲜的 对 叫什么呢 叫从肚脐往外驱风的方法 驱风的 就是受风了 我们把它驱出来 把它驱出来 治什么呢 治寻马疹 真好 这个办法 您应该早点教给我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 就得了寻马疹 对 其实得寻马疹的人 他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是表气虚 就是说你的这种防卫 卫外的能力弱了 然后风邪呢 由肚脐这地方 能够进入到身体里面去 这是第一 确实是 表气虚 对吧 你可能到时候比较劳累了 当时生病了 生病之后 抵抗力比较低 然后就得了寻马疹 对 第二要满足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是有内热 就是有可能是血热 就是你身体平时 可能不注意休息 劳累过度 是 身体里面有点激活 没错 这个火在内 表气又虚 外边的邪气一引 透发出来 在身体的机表 太对了 而且这寻马疹 其实特别难治 我是比如说 这个激素的药也打了 然后这个针也 反正也打了 药也吃了 就是不见好 如果是经常反复发作的寻马疹 那一定要全身性的调节 就是整体上去治疗 甚至是中期结合性的治疗 针 药 结合的治疗 但是如果是轻的 偶尔一次出现的 这种情况的话 特别在它刚刚出现的早期 初期阶段 我教给大家一个 罐和灸相结合的方法 太好了 那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一些 好吧 那我们请一位观众 现场给他演示一下 行 好的 好 就旁边的这位 戴眼镜的这个叔叔 欢迎你 比如说着凉了 拉肚子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穴位 来进行保健治疗 是吧 对 神鹊这个穴位呢 特别适合一种 虚寒性的腹泻 如果是这种 腹泻受凉以后 很容易拉肚子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在这个肚脐里挨揪 挨揪的时候呢 可以加上点姜片 就是鲜姜 切成这个 能够覆盖肚脐这么大一件 隔姜丘 先放一个姜片 扎上点盐 然后放上去 隔姜丘 那如果是都是早上腹泻 晨起之后腹泻 这叫五更蟹 这属于叫脾肾阳虚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肚脐里边 撒上盐粒 粗盐 这样来选 隔盐丘 这都可以了 那今天我讲的呢 实际上是一个 治疗徐马诊的方法 治疗徐马诊呢 可以采用的是 拔罐法 但这个罐呢 是特别的一种罐 叫做闪罐 闪罐 什么叫做闪罐 闪罐 就像闪电一样的罐 那是什么样的 好 我们马上来见识一下 什么叫闪罐 我们这里有一个罐 对吧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拔上这个罐 好 看啊 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拔上了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这种闪罐的方法是 拔上之后 迅速的起下来 像闪电一样 所以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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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会听到那个声音 就像闪电一样 啪啪啪啪 我们试一下啊 就是不停的这样子拔 很快拔很快起 就是迅速的拔 再迅速的起 对 老师那这样反复多少次啊 要几十次 甚至上百次 这挺累人的 这个也不算很累 就是手的方向动作要快 那么这样做呢 它的这个风啊 我们认为这种 会拔出来 会拔出来 但是呢 其实这不光 不只是最重要的一步 其实前后还有两步 怎么做呢 做闪罐之前 先用爱揪呢 把整个肚脐呢 揪热 对 这时候用揪呢 咱们就最好 不用这样的这种爱条揪了 最好是爱柱揪 或者说这刚才说的隔江揪 隔江揪 对 先把这个肚脐啊揪热 最好揪到它这个局部 有点出液体 就有点汗了 这是最好的 当这出现了这种出汗的情况 这都温热了 而且这局部啊 很红了 这个时候再去闪罐 再闪罐 就等于毛孔带打开了嘛 再去闪罐 闪完了以后 再揪 这叫 把那个毛孔啊 再给它闭合上 那时候揪呢 可以揪的 就是第二次揪的时候 可以时间少 稍微揪一下就可以了 放一个爱柱 往这一放 大概有个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但前一个揪呢 大概要揪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先把它揪热 然后再用闪罐 闪个五十次到一百次 迅速地闪一百次 这是对于蜘蛛疹初期的时候 那种疯团 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可能就自己不太好操作了 自己就不好操作了 对 但是家里边呢 作为拔罐来说 一般的人 拔罐都喜欢用那个抽气罐 是 比较简单方便 对 但是抽气罐就做不了我们的闪罐 对 所以只能用我们的玻璃罐 或者竹罐 这都可以 是 程老师今天讲了 说这个人脉上有24个穴位 今天您跟我们讲了三个挺重要的 但是我注意到 好像都在这个下半部分 上半部分的您没提 对 其实今天呢 我们讲的这个几个穴位 确实都集中在人体的中胶以下 那么有对 针对先天的官员 有针对后天的脾胃的这个中腕 或者叫三腕穴 那么也有针对沟通 先后天之间的这个神穴穴 那么下一次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介绍 这个中胶以上的人脉的其他的穴位 太好了 我们特别的期待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万家灯火 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登陆360良一搜索万家灯火的紫板块 输入您的问题 我们会有权威的专家在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就用这两个穴位来治疗糖尿病的病人当中口渴的症状 怎么做呢 生殖功能是否正常 看一个地方就能知道 如果是女性的月经失调 男性的生殖功能下降 在这个地方往往都会有反应 明天万大灯火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城市针灸第四代传人 程凯老师继续为您打通任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